應該是B3應該固定對不對 這個不能動嘛 1 1乘以1 1乘以2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說 在這裡 應該是B3要把它固定住 然後呢這裡的話呢 我們要固定的實際上 B欄不用固定啦 其實只要固定3就可以 也就是說這裡特別注意喔 B後面加上一個什麼呢 其實你可以按F4 那我們按F4是兩個都鎖定 可是這一題比較特殊是 我們只要鎖定3的部分的話 那就直接再按一次 按兩下F4 就會只鎖定列的部分 鎖列 好直接按打勾 那特別注意這邊也要鎖一樣 按兩下F4 好按打勾 打勾之後往下拖拉 結果就正確有沒有 接下來呢 當然我往右邊拖拉呢 那當然我也希望說 全部都做出來 可是呢為什麼還是錯呢 接下來你可以再分析一下 它錯誤的部分應該是在哪個地方呢 比如說 2 這應該2乘上 應該是這個嘛 然後 它應該是往這邊拖拉的話 那應該要固定什麼呢 A4 可是你會發現呢 它一拖拉橫向的話呢 原來A4會變什麼呢 變B4 有沒有 所以結果就錯誤了 然後過來的話呢 這邊變什麼呢 變C4 有沒有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也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公式 原來B4這個公式呢 我要把什麼呢 A這一列怎麼樣呢 鎖定 剛剛是鎖 B3的3的這個列的部分 那A4的話變成說我要鎖什麼呢 鎖 A列 那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鎖定 按F4 一次兩次 按三次就對了 那把A4的列的部分呢 把它鎖定 藍的部分 藍 也就是說 A4的部分記得是鎖A 然後呢 B3的話呢 是鎖3 好了 又要按打勾 打勾之後 再重新來一次 往下拖拉 然後呢 再往右 這個應該完成 再來往這個方向 欸 很快 有沒有 完成了 好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這一題主要就是考你懂不懂鎖定的這種觀念 那我們找 我們前面呢都是 按F4是兩個都鎖定